现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,都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。运动是什么?运动就是严酷的政治斗争,你死我活是自上而下营造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。这种恐怖,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,所有的人都像是被困在陷阱里的困兽。唯一的本能就是自保,在极度恐惧中的自保,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,都可能发生。 在运动中,人人都不太正常,被整者如此,整人的人也如此。从前称兄道弟者,可以反目相向,过去笑容可居者,转眼冷若冰霜。 任何人都不能信任,任何人,哪怕你的至亲好友,都可能通过告发你,挣了一点自保的本钱。夫妻,父子互相出卖都不新鲜,更何况朋友。苏联肃反,有专政机关,有秘密警察。 中国的运动,基本上用不着这些专门机构,警察出面,往往是在运动收尾的时候。 真正的秘密警察,也许就是在你的身边,他们不拿工资,没有经过训练,甚至没有接受任务。 人人自觉的出卖自己的亲人朋友,还往往以为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。运动就是一个剧场,一个可以活生生上演杀人,伤人,逼死人命的剧场。 所有人都在剧场里尽心尽力的演出,这一场扮演整人的,没准下一场就变成了被人整的。 剧场里部分生难境潮,各种角色,只有两种人,一种是95%的好人,一种是5%的坏人。 任何人都不知道,那5%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,为了争取让自己被归在那95%里,都得拼命的表现。 只要那5%的角色显露出来,就同声讨伐,越是站在边缘上的人物,表演的就越是积极或者说激烈,背后的告密,也越是动作频频。 运动是个角肉机,这个机器的动力,居然有部分来自于背脚的肉,那些被整的人。 即使是被投入到机器之中,还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,努力表现,你可以爬出来,变成那95%。 于是,背上打了红字的人,就拼命的爬,拼命的劳作,百倍的努力,万倍的辛劳,同时也拼命的检举,揭发告发同类,用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果敢的行动,向机器的操作者表明,自己其实跟他们是一类人,远不该经受这样的磨难。 这样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,关键在于运动的设计和发动者,占据了绝对的道德之高点。 所有的运动,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名义进行的,绝大多数被整的人,也认可整人者的这种名义。 在这至高无上的名义下,无论干的是多么荒唐,被整者有多大的缘区,只多敢抱怨一下具体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质,绝不敢怀疑运动本身。 当年可以在国民党军警面前拍二而起者,不畏杀头,不畏强暴,但进入运动场景,就只能束手就擒。 只要被整,无论看上去有多大的冤屈,环顾四周,都是横眉冷队,同仇敌开。 所有人,包括你的亲戚朋友,都认为就是你有罪,群众的声音,印证了整人者代表人民事业的神话。 极个别清醒者的呼声,和被整者的身影,都很快被淹没在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的汪洋大海里,连个泡沫都不起。 当然,这样的运动,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条件。 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,扫荡到了社会每一个角落,把每个人都组织到国家控制系统之中,连没有工作的大妈,都有组织管着街道居委会。 没有户口,粮食关系,组织关系,寸步难行,即使有钱,也得饿死。 不合作,不屈服,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,除非躲进荒芜人烟的大山里,做白毛女。 整体物质匮乏下,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,使得每个城里人,都万分珍惜自己的城市户口。 只要有人威胁将你下放,不再管饭,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。 如果真的判了刑,变成人民的敌人,那么就等于死了一样,即使活着,也是行尸走肉。 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,深入骨髓的恐怖,携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。 运动中,没有人敢不积极,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癌症,运动中,也没有人敢抵抗。 如果不投降,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,你的家人怎么办? 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圆串的猪脸。 那些癌症的人,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,沾边就会遭殃,自己的亲朋好友,最好的自保方式,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限。 吊诡的是,从历次运动的实践来看,那些出于各种原因,无论是公开的揭发,还是背后告密的人, 只要是被整者的亲朋好友,并没有因他们的被动揭发或者积极揭发。 私下的小报告,最终逃脱癌症的命运。 反革命的妻子揭发反革命,无论怎样彻底,把床头画的贡献给了组织,还是反革命臭老婆。 右派的朋友揭发右派,最终也是右派。 身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,检举身边的人,照样不能让自己脱罪。 甚至组织有意安排的沿线,下场也并不好。 但是,这样的揭发告密,却并不因此而减少,只要运动一来,大家就按照过去的母子走。 显然,这些人其实没有其他的选择,尽管一次次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。 但是,只要存在一丝希望,一丝自我脱罪的希望,这些人就还会这样做。 在运动中,不是没有清醒者,也不是没有品格高尚的人,这样的人,值得我们百倍的敬仰。 但是,每个人都有弱点,即使品格高尚之辈,在人民事业,国家利益面前,都是可能被说服的。 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,也不纯洁,纯粹就是为了自保。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,毕竟,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,触及灵活的政治运动。 文人也是人,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,更脆弱的人,也是被例子运动重点关掉的人。 他们中的告密者,互相撕咬者,甚至可能比普通人更多。 这些人活到今天,人性已经复苏,挥收往事,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加羞愧,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。 既然无法正视,自然必须选择逃避,忘却,否则,怎么可能有勇气再活下去。 我相信,这些告密者,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无耻,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运动,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,是无论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。 其实,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同类似的人,审视一下自己,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,如果我们也给抛到那个可怕的剧场,那个绞肉机里,我们能不能保持气节? 我只能说,我不知道,当年活下来的曾经的告密者,都垂垂老矣,剩余的岁月不多,当年的窗疤留在被害者身上,也留在了他们心上。 更严重的问题是,在特殊的岁月里,这样的告密,揭发几乎无处不在,几乎所有吃国家饭的人,都会面临对组织交代自己,以及其他人问题的尴尬。 如果全部追究起来,这个世界将会怎样? 柏林墙倒塌之后,类似的事情,已经在当年的东德出现过,毕竟,那是一个特殊政治场景造成的窗疤,这个窗疤,至少在目前, 也不得呀,也么哥,一向令我们某些人向往的古巴,在领导换人之后,似乎要改革了。 第一个消息,政府允许民众使用手机,第二个消息,政府允许民众可以住高级宾馆,这不意味着政府会出钱给老百姓买手机,也不意味着老百姓住宾馆,要由政府来买单,仅仅是说,老百姓如果有钱的话,可以这样消费了。 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,这样的消息,很有点历史性,不加点说明,年轻人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的。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有句流行的口号,叫做,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。 现在我们可以说,古巴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,昨天其实刚刚过去。 在那个昨天,我们这里也有一些涉外的场所,内兵不得入内,有宾馆,有商店,还有某些只对外兵开放的旅游点。 那个时候,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流通货币,叫外汇券,跟人民币似的,圆、脚、分剧权。 但必须有外汇,也就是美元、英镑、港币之类的货币,才能换到有外汇券,才能在那些我们这些内兵,只有资格隔着门缝网里开上几眼的地方消费。 如果有不失去的,硬要讲各国人民一律平等的私利,那么多半会被请到你特别不乐意去的地方去,还要通知你的单位,回到单位,你就有吃不下的好果子吃了。 解放前,中国人传说,在上海的外滩公园,挂有一个牌子,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,所有人闻词,都很愤愤。 其实,即便这个牌子真的存在过,我们号称自己当家做主之后,在更多看起来很高贵的地方,其中有些就是当年低等华人,根本连门缝挨不上的所在,比如当年的六国饭店,牌子虽然没有了,但实际上,也不过把狗子去掉了,多数的华人依旧不得而入。 其实不止中国,当年苏联东欧国家也如此,只要国门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,境内肯定会有只对外国人,和境内某些特权人物开放的特区。 奥威尔毕竟是活在西方世界的老外,没有在这种国家生活过,写出的动物庄园,也只是说,庄园里所有动物都平等,某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。 不知道这种庄园里其实还有另一面某些外面来的动物,也比其他动物更平等。 当然,这个更平等是看在外汇的面子上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,在社会主义国家更平等,是因为人家的货币更宝贝。 经济学家说,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,最大的特征是短缺,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过剩。 如果换成老百姓的白话,就是人家是富足,我们是贫穷。 我们贫穷,国家才需要人家的货币,所谓硬通货,来购买我们需要但却无法生产的东西。 包括某些只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享用的奢侈品,和他们才能看到的西方腐朽的电影。 非常令我们很多拥有社会主义坚定信念的人,感到不解的是,尽管我们的制度无比优越。 在那些年,凡是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相邻的地方,总是我们这边的人往那边跑,缺少那边的人往我们这边跑的。 无论我们这边采取什么措施,如何防分,沿道时试图遗事者几乎活不了的地步,仍然挡不住冒险者满命冒险。 不用走远,就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,当年越港边界的守卫者就深有体会,那些成千上万冒险跑到香港的人也深有体会。 不用说落后的中国,就算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发达的东德,这边的人还不是得高筑柏林墙,用电网、狼犬和机枪来阻拦越来越多的越界者。 试图越界者和堵戒者双方,在那个岁月,演出了无数的悲喜剧和闹剧,给了今天的艺术家二十多年都没有用完的素材。 值得尽兴的是,这种日子,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,终于过去了。 可是,很有意思的是,总有些人觉得当年的日子好。 这些人中间,有些是属于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之列,有些则属于对历史没有记忆,或者根本不知道历史,但心怀不满的人。 第一种人是标准的怀旧者。 当年这些人能进去的地方,实际上是一些老外不能进去的地方,比如内部的特工商店,内部的招待所,等等。 那年月,连信息的获取,都有差别,级别越高,有权看的东西越多。 连今日大陆获得参考消息,当年一度都是某些级别的人才能订阅。 级别再高一点,则可以看到信息量更大的大参考。 某些最幸运的人,可以看到专人翻译和专门机构提供的国内国际资料,及所谓的内参。 今日中国,特权还在,但过去建立在短缺基础上的金字塔,已经变了模样。 有权的人们,更在意的是自家权力换取的物质和货币的好处,因为只要有了钱, 自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去挥金如土,把奥米杰手表成打得满。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,比较自家的供应本上,比别人多几斤肉或者糖。 但是,人对优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 相对而言,过去那种等级森严的金字塔,要有更强的秩序感。 等级感,只要爬上某个等级,当上某级干部,相应的待遇就有,就可以傲视比自己等级低的人。 不像现在,一个古级的事务官员,很可能吃穿度用,比一个厅局级的统战干部,都要好上一千倍,出门也为封一千倍。 同样,今日做领导的,虽然物质上的好处高过过去一万倍不止,但在整治下手方面,却有了遗憾。 过去要扁则扁,要方则方的地方,现在有了局限。 某些下属,整极了可以逃着夭夭,下海挣钱,一样能活。 不像过去,可以发到乡下,可以不给饭票,还可以打成反革命,右派,或者诸如此类的不止于人类的狗屎堆,一毁,就毁人一家子一辈子。 过去给领导提意见,二话没有,就是右派,现在领导把发狠。 发手机短信诽谤自己的人抓到局子里,一不小心风声走漏,自家的乌纱帽保不准还会大有危险。 因此,说经不如稀者,其实也有道理,不是简单的揣着明白装糊涂。 跟着起哄的,多半心里有气,这也难免,因为特权也罢,大权也罢,权力还是横着实,每时每刻都在伤人。 被伤着的,不懂历史这是我们国家教育的特色,难免受到特权怀旧者的蛊惑,觉得过去实在是天堂。 他们不知道,真要把他们扔到过去,这些人也无非是给金字塔垫底的。